主集的電影 剛剛播出了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它寫著說英雄救美 但其實是不能救的 我自己都傷了 因為還脫掉膠 我記得那一場戲 我跟媽伯打我 我就是比媽媽打 我們也想了很多角度 怎樣被人打才會比較真 然後撞上去怎樣才會脫膠 脫得比較硬 只是脫膠 我覺得整個過程真的好玩 而且每一次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導演一直介紹我們的行為 那些戲要怎樣做才會真 因為其實打下去是痛的 要痛的時候有一點點痛感 你才可以再放大痛感去做出來 我自己又真的學到 不要太誇張 但又不要太細 所以剛剛好 一直都在拿捏 怎樣可以做到剛剛好 去到今天 即使拍《極星八二秒》 其實我都是 有些戲的成份在裡面 我都還在那裡 會雕諾就是 當時陳小姐 我學了某些情緒 或者某些方法的時候 可不可以今天都用到呢 或者看燈、機位 可不可以都 除了顧自己之外 可不可以再顧其他人 令到整件事我可以更加自助 更加舒服 難啊 好難啊 拍《情侶》那些戲 因為 當然啦 演員就是專業 所以我們一定要好好地去 感受對手給的一些能量 但是 去到現場的時候 很多攝影機放在這裡 最難拍就是一些 kissing scene 又或者是一些 小小尷尬的 scene 因為那些尷尬 在現場來說 我會覺得 是把尷尬放大一百倍的 因為全部人都看著你 去做這件事 也都不想NG太多了 因為 不想女方津底 所以一定要 腦子 量好所有事情 自己 肢體上 都要量好所有事情 亦都 我自己 rehearse過很多次 跟著才真的 賣牙去拍 希望可以一踢 搞定兩踢 搞定 這樣就可以 拍攝smooth 亦都對手會舒服 好